哈喽大家好 在我身后这个大鱼塘是我们村里面一个老乡家的 昨天他们家已经把这个鱼塘干了 然后这些大鱼都已经抓完 不过的话因为昨天他们下午来可能是比较晚了 抓到天黑才把这里的鱼抓完 剩下一点鱼啊他们说不要了啊 今天跟几个老乡来这里抓鱼 看一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意味 所以我估计啊这里还有很多鱼他们没有抓完的 刚到这边啊这个老乡就已经抓掉一个半斤多的鲸鱼啊 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啊特别多的这种鱼头啊露出来了 在那个角落一堆的小鱼 不过的话水是有点多啊里面是混水摸鱼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网兜我就带了一个菜篮子过来 现在开始下去抓鱼 哇塞这里看到一条露出来 没拉到啊 看一下这种浮起来的这种小鱼啊特别多 然后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啊 有个鱼头露出来了 有个鱼头露出来了 鱼 哇塞就是空军 这些鱼太聪明了啊 啊 大不大 哇塞这里动静特别大 水都混掉了 哇塞 搞了一条 鱼啊 小叶特别多 下去 看见这个水深不深 哇塞这到屁股上面的这个水 因为刚才那个菜篮子抓不到啊 只能是跟他们换了一下 这里发现有一个露出来的 没抓到 这个水太深了 现在用脚把这个水滑一点 滑一点 滑之后啊 这个鱼就会把头露出来 然后就直接用网刀 直接操一条 这样加鱼头过鱼 这里这里好多 这里有吗 好小心点啊 看能不能抓到大的啊 一条 这鱼全部都浮起来了 这只鱼就特别 东西小一点 今天唯一的收获 非常容易抓 已经抓到两条了 这种鱼怎么要养的啊 收获收获 三条 这个位置 好多小鱼 好多小鱼 没事没事 抓好了 这里有一条肉 已经抓到四条 拜拜 哎 一勺一勺 哇 哇 很大 还 这真的很大 还有还有还有 哇 又有 够拼了 在那边抓鱼 好爽啊 好久没有这样抓过鱼了 这个鸭子啊 你看 这个小鱼全部鸭子吃掉了 在那个地方下水了 所有小鱼都跑到这里来了 好多小鱼 quarantine 再一小鱼子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这两个 靠 技术不够过硬 有十多只抓两只 哈哈哈哈 只有半斤的 全是半斤的 现在天马上要黑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特别多 全部都是鸡鱼 看一下 这种都是差不多一斤了 这里40条 刚才数了一下 这种鱼用的打糖非常好 今天的收获真是可以说收获满满 现在回去了 这些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